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宗成 今天是2022年的7月31号 今天星期天 明天就是8月1号了 那今天有一个重要新闻 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稀奇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文化产权的问题 也就是文化创业产业或者智慧财产情 或者著作权法等等 这些东西都现在就叫智慧财产的保护法 那这里面包括什么东西呢 今天主要讲就是这个例子 这是苹果日报的这个网络版 其实各大报都有报道这则新闻 这则新闻是 我现在用苹果日报作为这个 苹果新闻网作为这个主要的报道好了 因为已经秀过 这个网络上都有 彩虹眷村爷爷 气骂未批人大坏蛋 作品被乱涂 然后他说一辈子心血被毁了 台中市政府正式提告 台中市政府的文化局正式提告 提告这个所谓的 这个叫什么 文化 彩虹村文化创业产业公司 他这个新闻稿是这样写的 台中市知名景点 彩虹眷村画作被损毁 标题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昨天傍晚发现 彩虹眷村部分墙面 遭人刻意破坏 多数墙面画作被红色 紫色蓝色等 尤其覆盖严重损毁 报警处理 警方则表示 犯案的人正是在彩虹眷村内 贩售文创商品的彩虹文创公司 合约在今天终止 7月31号终止 业者昨天陆续搬走财务后 执行长未批人69岁 带员工前往现场犯案 14人依现刑犯逮捕一送 文化局晚间强硬声明 指市政府才是彩虹眷村 建物的所有权人 将针对建物与其墙面 遭损毁依刑法损毁罪提告 他这里面有那个图片 98岁彩虹爷爷黄永铺 经路面对此表示十分难过与伤心 只一辈子心血都被喂批人 那个老板毁了 并骂喂是坏人大坏蛋 这边还有照片 还有他写的这个字 今天写的 111年的7月31号 今天飙到彩虹 今年听到彩虹眷村的话 被喂批人带领 带头 涂坏涂掉 我很难过 很伤心 一辈子的创作通通都被他毁了 他是坏人 大坏蛋 彩虹爷爷 黄永铺 这是他写的 这是他的手稿 新闻都有了 各大报都有 检方下午 争讯会批人及13名员工后 预令未批人限制居住 13名员工请回 未批人随即在彩虹眷村召开记者会 强调昨天涂掉的都是员工化的 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彩虹爷爷的话作全部都保留 未批人强调 绝非恶意破坏 而是向市政府抗议 他说 关于彩虹眷村未来的规划和营运 他至少向市政府提议了20次 请问台中市政府做了什么 至于彩虹爷爷的妻子廖汉秀 一个拱东研讨指控 未批人 驳斥绝非事实 并强调即使去年疫情期间赔钱 赔得要命 该给的都给了 文化局局长 台中市文化局局长陈家军指出彩虹眷村 因屋林已经50年 墙面已经出现军列问题 为维护游客安全 该局决定自8月1号 进行全面加固工程 预期工程期近半年 由于目前彩虹眷村内彩虹文创业者 贩售文创品双方合约将在7月31号前中止 今天就是31号 所以市政府在7月25号发文通知业者 因为8月份将进行加固工程 请其在期限前牵出并保持彩绘墙面现状 但彩虹文创业者昨天陆续搬走财务疑似以油漆涂抹 覆盖 遮盖现有彩绘墙面 文化局人员一发现立即报警处理警方赶敌现场并带回疑似室案的14人进行笔录 文化局长陈家军出乎 越有六大面的彩绘墙面都遭破坏 全部以尤其漆成蓝色红色紫色的墙面痛批 破坏者行为相当恶劣 他说彩虹眷村化作的智慧财产权权 究竟是属于彩虹爷爷家人 或是签约文创公司所有的问题 目前正在法院省理 但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破坏彩虹眷村 对该恶意行为 市政府一定提高损毁 展现市政府坚决捍卫文化建设与资产决心 对于彩虹文创业者为批人下午交保后召开计诊会 直指主张图毁墙面是属于彩虹文创员工自行 重新绘制 可以任意处置发言 文化局指出 依据民法第811条规定 动产因复合而为不动产之重要成分者 不动产所有人取得动产所有权 彩虹村的防射属于不动产 所有人为市政府 墙面上的彩绘为动产 虽然黄永富先生及业者所汇 但彩绘复合于防射上且已成为防射的重要成分 所以彩虹村的彩绘所有权为市政府所有 关于这个我们等下讨论 那这边有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上面标记写 今年98岁彩虹爷爷黄永富有台湾宫崎骏之城 一手彩绘的彩虹眷村成为国际知名景点资料照片 有关魂损毁彩虹村墙面之行为 文化局指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改变彩虹村 彩绘墙面的现状 彩虹文创已破坏原彩绘并丧失观赏价值 文化局将主张构成刑法第354条的损毁罪 后续将向彩虹文创请求损害赔偿 有关著作前争议 文化局强调不分党派台中市政府多年一贯的立场就是 彩虹村的土地及建物均属于市政府 建物上的彩绘所有权也属于市政府 而创作权部分究竟归属于谁 究竟归属于谁 现有法院审理当中 台中市政府也不会介入 仅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来进行维护 彩虹村加固工程将至明天就是8月1号起展开 预计112年1月底完工 也就到明年的1月底完工 彩虹建村又称彩虹村彩虹艺术公园 是位于台中市南屯区冲安里的一处建筑彩绘地景园 2018年因为该眷村面临遭拆迁的命运 现年已经98岁的高龄的荣民住户黄永富 当年在待拆除的老屋上面作画 画作颜色如彩虹般鲜艳富有铜趣 而由彩虹爷爷之称 日本漫画贵太郎会社更称赞彩虹爷爷是台湾的宫崎俊 因为他有铜趣 因为彩虹爷爷特殊作画风格引发全国民众前往朝圣 也让眷村拆见问题受到蜀目 更引发领东科技大学与鸿光科大师生联名发起抢救彩虹村活动 时任台中市长的胡志强经过多次会议 最后决定以四地重建重画方式将该处辟为公园而保存 2014年正式开幕启用 至今已成为国际知名观光景点 创下年逾百万到到访人潮 还获得英国旅游网站全台十大 Instagram打卡点 日本网友最想去的拍照景点 这边有照片 这个彩虹村屋林已经50年 那这则新闻让我觉得非常的shock shock的原因就是有几点 首先因为这个产权的问题 刚才已经讲过说到底那个壁画 因为那个彩虹村是一个老眷村 这老眷村本来要拆掉的是因为这个黄永复老先生 这个黄永复老先生他画的这些画作 当年因为领东科技大学的师生帮他保留 实际上这个我从开始看到的时候 其实黄永复虽然是一个军 一个农民 可是彩虹村上面的画作跟眷村没有关系 没有军旅任何升华都没有 他就是凭他自己纯粹的他的想象 跟他的他的同趣画出来的东西 色彩非常鲜艳 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其实我已经讲过好几集 讲到彩虹村 我不叫眷村 因为他那个跟眷村没有关系 跟军眷没有关系 跟军人也没有关系 虽然黄永复以前是军人 那另外一个我讲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莫延 莫延是山东高密人 他的所谓的高密的所谓的东北村 我曾经把这还有台湾的高雄市左营区的蛙人村 又是我的出生地 我把这三个村子给他做一个比较 VS比较 这个我有集 我放在下面各位有兴趣 你对文化创意有兴趣可以点开来看 实际上当时他画这个的时候 那个得到的知名度非常高 因此我当时就曾经就讲过 我就已经表示过 我说这个彩虹村 本身这个黄永复的画作 让我想到以前大概在五十年前 四十年前四十多年前 台湾以前曾经有过一个乡土画家叫做鸿通 鸿通没读什么书 他画的鸿通的职业是一个农民跟鸡童 鸡童带颜 因为他的画作非常的质朴 非常的有童趣 都是他想象的 可是他跟黄永复的这个画作又不一样 鸿通没有用那么那么艳丽的色彩 那这个黄永复的很像图案 他是用颜色的搭叠 如果说你学过图案或学过设计的人 你大概可以感觉到出来他的层次 他的那种用视觉的那种错事等等的效果 但他本人并没有受过那么完整的美术教育 可是他用色的方式就是一种所谓素人画家 当时的素人画家还有个叫无礼玉歌 我这个我都聊过 我们现在不在这边聊 我们要聊的是智慧财产这件事情 那上面的画作是黄永复的创作 他的智慧财产是没有问题 问题是那个墙面是属于市政府的 原本要拆掉的 那原来是军方的 军方把那个转移给市政府 市政府接手 那实际上这是一个金鸡蛋 因此就有人看中这个金鸡蛋 因此就找就跟黄永复合作 黄永复他已经 他开始出名的时候 已经八十几岁 叫九十岁的人 现在九十八岁 他这个彩虹村到现在已经有大概十年 可能有十多年了 因此他实际上他那时候已经退休很久 八十几岁 现在九十八岁 那这中间他原来是一个单身的这个老兵 后来因为成名之后 也有一个大陆有一个广东 广东籍的女子居然来台嫁给他了 因此说照顾他生活之外 因为对他的这个这个 对他的收入 好像严加严加的这个控制 那台湾这个所谓的彩虹文创公司 就是看中了这个这一块饼 因此来介入说跟黄永复讲说 你以后我们每个月发你的一定的薪水 比如说花的 还不知道给他做几万块吧 然后说你放心的创作 你继续做你的事情 你的颜料也不予匮乏 因为以前他刚开始的时候他画画的颜料 全部自己花钱买的 然后后来人家觉得很好看 有人捐赠 然后也很多人做了广告 比如说玉龙汽车也用过他做过广告 很多很多的各个各个的那个媒体 都争相报道这件事情 外国人也来这边打卡 曾经还上过世界的媒体 CNN都上过 凡此种种让台湾之光 算是这个村子 可是这个原创者就是黄永复老先生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 你是一个开放空间 你不能够用收门票的方式 因为那个地方的产权是属于 那个建物是属于市政府的 市政府希望它是一个open的 一个艺术的一个园区 所以你不能靠 把他围起来收门票 你不能收门票的话 你只能靠文创商品 文创商品能够卖到多少钱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你 你把他的画作全部把它拍照 然后印刷成T恤 或者印刷成什么东西 或者做成钱包 或者做成各种文创商品 然后在当地贩售 有多少人会买 不晓得 来玩的人 有人潮未必有钱潮 他不一定会买 来自于做马克杯什么 只要你会文创的人 都懂得所有的手法 能够跟生活贴近 但是事实上 这个文创公司可能没赚到什么钱 因为刚刚讲过 这个 它是一个view 它是一个景观 你要到那个现场去 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东西 那你这个景观能够产生什么样联想 它没有一个什么特殊的建物 而是它是一个特殊的画作 纯粹是这个画作而吸引人 这种色彩 这种图像 这种想法 它后面的童趣 以前黄永铺老先生 他就是在那边 你要买了这些东西 这些文创 你跟我合照 你能够买了多少钱之后 你才能够跟我合照 免费合照 但是你必须买东西 他用这种方式 因为他没有生意头脑 他一直就是一个当兵的人 所以他这个情形 让我联想到 其他几件事情 都跟文创有关系 那首先我来讲一下 现在中国大陆最红的网红 国际知名的 点阅率上千万人的 只有一个人 一个女的叫做李子柒 李子柒一直都说 她自己一个人没有团队 实际上这不用骗人 因为你一个人做不了什么事情 像以我来讲 我一个人我也不剪辑 所以一进到底 所以我只能做到这个水准 我也没有时间去剪辑 也没花那个功夫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李子柒开始讲的 这些很多话都是 他自己认为这样 这样是圆满的 是因为他的学历有问题 也不是有问题了 就是学历不够 见识短浅等等 所以他要能够代表某种文化是有困难的 包括点西小阁也在内 那他们想要介绍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什么 那个他自己的文化底蕴不够 没办法代表 他只能够用他自己的风格创作一些东西 仅此而已 那这些东西迟早会遇到瓶颈会卡住 李子柒最后 最近现在已经很久没上片 原因是因为他跟他的经纪公司打官司 他的品牌三个字 李子柒 李子柒不是他的本名 是他自己创造的一个艺名 一个画名或者是一个笔名 或者什么等等 他创造出来的 那李子柒这三个字是 就是他本人 他本人叫什么名字 我都忘了 那都不重要 我们就知道叫李子柒 什么李家由你出掌成 这个好像排行第七 其实都不是 但是他自己怎么想出来 我们不管 就像彩虹村 他其实他画的不是彩虹 而是那个色彩 让人感联想到非常colorful 所以五彩缤纷 所以叫彩虹村 那李子柒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因为他不懂得 他签约的那个对方 对方没有把他当作是一块 唯一的宝 而是他要培养出第二个李子柒 第三个李子柒 可能第二个叫做王冬瓜 李彩凤之类的 他就是要用这个模式来造星 像用李子柒的这个模式 来造不同造型的星 就是一个所谓的经济公司 但是他中间抽成过高 李子柒有意见了 可是他发现到 他被合约绑死了 绑到他没办法动弹 因此他就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双方都毁掉 我把李子柒这个品牌毁掉 所有的东西都停住 停住之后 就是双输嘛 他用的做法是双输的做法 是不是后来可以拿回他的经营权 然后来他自己来经营 因为以他的这个名气来讲 真的是烦人无法党 那其实同样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他另外的 先举两个大陆的例子好了 刚已经也讲过电锡小格 电锡小格是跟Puppy John合作 Puppy John帮他后面在经营 但是事实上这些东西 你的本身要有经营团队 你的经营团队的不能把你设定的太高 因为你的文化水平没到那边 你就没办法去介绍文化 这个这是很典型的 富有诗书气质滑 一开口就知道你肚里有多少东西 你能够能够拿出多少东西来 这个不是你成名以后才开始学 Labgiller 你要在没成名以前 你好好去练吧 所以李子柒是一个例子 再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也是做菜的一个叫做 史川的这个王刚 王刚他做菜 他现在做的很大 我看了他的介绍他的那个工厂 介绍他的各个的产业 他也吸收很多人 希望能投资他 跟他合资什么等等 但是因为王刚他跟李子柒一样 也是错学生 那有江湖经验 但是他不一定有江湖智慧 因为这些东西你都要有科班去上课 比如说李子柒也参加过什么EMBA的课程 结果因为他名气太大了 他同学里面一大堆都是网路上有名的角 结果他上了一次课就不上了 因为他也害怕 因为那些角有些是大学毕业的 网路是一个就像好莱坞的剧场一样 什么人都有 木匠工匠什么物理老师什么什么化学老师 乃至于名嘴什么都会在那里 那EMBA是没有学历限制的 你哪怕你是什么文盲你都可以修 EMBA是什么去管硕士 Easy Extra是更上层的 台湾有歌仔细的演员 也是EMBA得到硕士学位 谁你自己去看吧 所以我看这个情形 王刚将来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合约上的问题 因为他不了解法律他也不了解他自己到底是站在哪个位置上 他到底能够 比如说像以他们这样的有名的人他应该是干股 根本不用出 不用出具体的资金他就是干股 但是事实上你的合约要怎么打这个东西都要很仔细斟酌 要不就你自己训练一批团队来发展 那如果你想借用人家的平台 你就要付费 也就是他叫抽成 你至于说是吸血呢还是平摊还是怎么样 那这就要看你们之间怎么合作 有点感觉上是会无好会 反正只要是这种经济公司经纪员都是吸血的角色 因为他不需要下海他不需要这个卖身 经纪人都是干这个的 他只要仲介 但是这个他有功不可没 但是至于说你要如何做 因为他已经红了 是不是靠那个公司爆红的呢 这个双方法庭上会见 最后会得到具体的这个答案 那并不是他像他的影片里面那样子的这个 好像是单打独斗 李子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王刚未来可能也会 当然丁锡小哥也可能会 这是大陆的例子 我刚才我刚才我现在举两个台湾的例子 我先讲一个远的好了 台湾有个气功大师 他自己在他的书里面曾经讲过 他讲说他以前这个刚开始教气功的时候 就因为他是情报局里面出来的人 先兄也是情报局里面的人 先兄还当年这个人在进入情报局之前 安全调查是先兄做的 先兄在生前的时候有谈到这个人 他很熟悉 那对一切都很熟悉 这个我们不在这边谈 我们只讲说这件事情 他当年就讲说 有香港人看到他这个是商机无限 就跟他讲说 你所有的广告宣传全部由我来打 要把他设定成非常的飘逸的一个人 就像台湾的青海无上师一样 一个越南女人 离婚的越南女人 本来在台湾是来挂单的 被人收留了之后 他重新包装的时候 他从喜马拉雅山下来的 在睡觉的青海无上师 无上师啊 没有人再比他更高了 无上 结果在台湾造成很大的波动 很多人很多信徒 恋财无数等等 他的徒弟徒子徒孙里面有很多是政府高官 或者高官退休的这些人 有银行的高管 你就知道宗教信仰也是一个金矿 所以台湾有句话讲说你要最赚钱的行业就是开一间庙 就是神棍嘛 那我们不提 可是那个人跟这个气功大师谈的时候 他跟他讲说你放心 我每个月给你十万 当时十万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价钱 他很需要 他就讲说你什么都不要做 你就教你的课 你的广告什么全部由我来做 这个其实如果你在台湾的武林混过 你就知道台湾以前有天斩门亭斩门 天斩门亭斩门是一个教气功 第一个台大气管系毕业的学士学位的人来教气功 那他教气功主要是他祖传的 实际上他的那些教练全都是什么 都是情治单位的 不管是情报局的 还是总统府铁卫队的 还是什么其他的各个特战部队的那些人 那些人才是真正的教练 可是挂名的是这两个人 这两个兄弟 后来他们两个人还从一个品牌分成两个 一个叫天斩一个叫亭斩 这个故事非常久了 五十多年前的故事了 我们不在这边提 我们只提说这个气功大师 他当时就认为说 他宁可不要跟他搭 就是搭在一起 利用因为互相利用 他利用的是他这样 他怎么利用他 因为他是情报局出来的 情报局局长以前叫亦祥之 亦祥之三生五令 告诉所有局人 所有情报局的这些干部 都再三讲说 绝对不能干预外事 不能去帮人家为事 或做任何 讲到情报局三个字的 所以先兄当年连做一个陷阱 连一个什么登山技巧 求生技巧他都视为机密 一直到他去世之后 所以他生前是非常的孤独寂寞的 因为人家跟他聊天的时候 久过三巡之后 他话夹子一打开 人家说他什么都知道 他到底当什么兵种 就问他说你当什么兵种 他说你去问我老弟 人家就问我说 就当普通兵嘛 实际上为什么 都不能讲都是机密 所以我只能讲说他就是一个普通兵 二兵就这样 就打发过去了 至于说人家的好奇什么东西 喝酒 那就没有什么生意 但是因为他有这个机密 他要保密 所以我就替他保密 保密到他去世 那同样的这个气功大师 后来他讲说 还好当年没有 就是坚持他自己来慢慢一点一点 用瀑布前进往上爬 让他得到有知名度 得到什么得到今天的这些成果跟成就 那当年他谢绝了那个人的这个 这个其实这个我在50年前 大约50 今年我今年67岁 应该是将近50年 40多年前将近50年 以前我19岁开过一个舞蹈馆 当年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就跟我讲说 他说老吴 你只负责教 我每个月固定给你多少钱 等于说 你开的舞馆 我是老板 你是我的教练 你就不用负担这个去 像我那么辛苦 就是打广告 他为什么会 他为什么会发现到我这样 他去看电影 看到那个电影前面那个 幻灯片广告 是我做的 他发现了 哎呦 这不是我们小学同学 不是中学 初中同学吗 于是他就来找到我 找到我就跟我讲说这个 我说你也没跟我练过 你也不知道我到底身手如何 你什么都不懂 你不是行内的人 你怎么想来投资这个 那你就不用管 我有我的想法 那既然说你想要来 我原来是 是这个 这个这个 创始人 而我是 而且这个房子是我租的 用我名义租的 他说这个都问题都小 那就算这个地方 人家不租给你的话 我们另外找地方 那简单讲就是 他有他的计划 但他计划是怎么样呢 我一看到 我还没有同意 他已经带人来看了 带了一堆我不认识的人 来这边 来这边观察 那至于说 他用这个地方 是不是去抵押 或怎么样 贷款 什么什么的 将来会有多少的 法律的纠纷 等等等 这个我就不知道 但是因为四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虽然他是跟我 初中同班同学 可是他后来 后来的经历 什么 我都不知道 当年我才19岁 他也还在学校里面读书 那至于说 才同年龄的人 他已经开车了 那他在社会上混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 有学生身份 然后又非常油腔滑掉 又好像出手大方 等等等 这些都让人匪夷所思 那也不用深究 我是一个很单纯 就开个武馆 教几个学生 就跟体育运动教练一样 这这么简单 自食其利 没有其他的东西 至于说 因为那个时候是武术 就李小龙的关系 武术这个高潮的时候 他利用这个来赚到钱 就像同样的 刚刚讲的那位气功大师一样 我看到他那个书里面 写的这个过程 我就会心一笑 因为他年龄比我大多了 那个气功大师 比我至少大了 六到七岁 甚至于八岁都有可能 那我就看到 我就觉得 惠心一笑 他也遇到这种情形 所以他后来决定 他不跟他合作 他说还好 当年没有跟他合作 没有受到那一点 金钱的诱惑 这一点很重要 今天黄永红 不是 黄永富 彩虹爷爷 他可能就是因为 他认为说 哎呀我不用去伤脑筋 这些那些的东西 我一直在知道 我就